一路向北又回到原點 是吧 這個是我很深切的感受 實際上我講做雞湯做這些東西 都是源於一個什麼東西呢 源於我喜歡好句子 其實我所有這些東西 講情話也好講方法也好 全都是一些金句別人好的句子 我從小就喜歡這個東西 收集很多 然後我去思考 他這地方講的多妙啊 這句話 所以我一直認為一個人講的金句 是濃縮了他對這個世界 對人生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特別喜歡這個東西 繞來大圈 我曾經想做網站做什麼 很多東西都想 我能不能圍繞金句做一個東西 那麼其實所有這些東西都是 現在我就是講做筆記 筆記也是圍繞到一個東西 像預言故事 預言本身並不重要 預言故事本身並不重要 預言後面的寓意才重要 寓意這部分 如果是這個故事的顆粒度足夠好 那個利益非常新穎的 後面的出來的那個東西 一定是一個好的金句 能夠把它總結出來 講友誼 講愛情 講家庭 講婚姻 講背叛 講這個時代的變遷 講生老病死 這個幾千年來 古今中文有多少人講過這些東西 有多少責任 偉大的先前 都思考過 都濃縮過 都把它表達過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從這裡去學 如果像我的話 學古典的這個東西 非常困難 你要讓我坐下來 就看實際 看這些東西 我是真的沒有這個耐心 那麼像這樣一個個句子 但是我願意花很長時間 去琢磨一個個句子 把這個人 馬克圖文的這個句子 和塞內加的另外一個句子 去做對比 亞歷斯多德講過這句話 然後多少年以後 李敖也講過一句話 其實那句話從亞歷斯多德 我李敖沒這麼說 那麼我很長一段時間 這個招民意介紹 我要找到這個處處 究竟是誰說的這句話 誰說的最高明 誰在什麼時候說的 後來我逐漸放棄了 因為這種東西 幾乎是沒有這個 歷史學家可以去做這些考證 其實對我來講 我最近幾年我就釋懷了 我不再講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 大家注意看 我在這個 因為這部分的東西 沒有太多的意義 這個話是誰說的 不要緊 要緊的這個話 有沒有道理 你能不能理解它 你能不能見信它 所以當我想過了以後 我就不再執拗 因為我知道有些話 就是比如說這個 距離婦人說 這個 一個女人在30歲以前的容顏 是可以怪罪父母 如果人過了30歲以後 你才去遷就你的父母 那你就錯了 因為你自己30歲以後 在這幾十歲的人生裡頭 沒有加入自己的元素 沒有改變自己的容顏 那你不能怪爹嘛 距離婦人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 是別人捏造的 就像好像現在 網上很多人講 魯迅說 這個魯迅出來講 我堅決沒說過這個話 就這個意思 所以我認為這並不重要 所以我在某台我用的形式是講 有人說 有人說過這句話 你講是馬克吐文的 你考證講他不是海明威說的 不重要 那麽我就不會講馬克吐文說 那麽因為如果別人知道 講馬克吐文真沒說過這句話 是海明威說的 那就變成無畏的紛爭 就是像你引用錯了 所以我乾脆大部分時間 我就講有人說 你說是馬克吐文就馬克吐文 你說是馬克吐文說的就馬克吐文 你說是馬雲說的就馬雲說的 無所謂 但是有人說這說的很有道理 很有意思 很巧妙 我就分享給你 然後我的點評是什麽 老胡說了 有人說這東西 老胡給你歪理些說 所以最開始 我那個嘗試 雖然沒有受到多少人的歡迎 但那個是 那個調性 那個味道是我想玩的東西 我想以一種輕鬆的方式 就是分享這些 我有感受的這項東西 然後呢 以為比較輕鬆 以為比較 虧些 那麽 有人願意聽 如果是 我多了跟你宣講這個名言的話 像鸚鵡學士一般 就沒有意思了 但是很顯然那種方式 還不夠輕鬆 還不夠有趣 還不夠有毒 有毒雞湯 大家才會喜歡 所以尺度還不夠大 所以我不知道下面 要怎麽樣個人突破 我應該怎麽樣子 就是 完全就是走技工這個線路 不要是這種得到高升般的 出來講課 要走技工那個線路 說不定喜歡的人更多 我不知道 那個hello 我不知道 你講是多長時間了 2萬字 2萬字的筆記 如果是光筆記 2萬字的筆記不算少 如果是個人有心得 也寫在中間 2萬字就不算多 我這兩天再看這樣一本書 大家看見的是正的還是反的 我來看一下 大家看見的是已經是鏡像的 琴 庄子 時候 正是時候讀庄子 這本書很好玩 就是庄子的書 然後他把畫畫成漫畫 畫成漫畫 就這樣 我那天講的是個 吃庄子 但是呢 不用翻譯 你不是簡單的翻譯 庄子原文然後翻譯 沒人看 還是把他 他呢 更走一步 畫成漫畫 啊 所以呢 就 連我都看得晶晶入味 你看 這個就這麼簡單的 你看一下這個畫畫風怎麼樣 沒有多複雜吧 很簡單 你是不是也能畫 你也能畫吧 這個是裝圓文 然後他就選了沒有多少篇的圓文 然後就這樣畫畫 就這樣 你也可以畫吧 你現在不能畫 過一年你能畫吧 然後你畫得再好 然後你選才再巧妙 像蔡子忠那樣子 我選的更簡單 不要這樣 他這是一篇一篇 因為一篇裡頭有精華 有有就像這樣歌詞 裡頭有 裡頭三句四句是很好的 其他是不在裡的 所以你就可以寫成 用一種方式 講更小的故事 講更有寓意的東西 所以好多種好多種玩法 書法家呢 可以光抄寫就可以了 所以每個人的才藝 會譜曲的人呢 就乾脆把每一個東西 把它把它唱成歌曲也挺好 反的 剛才有人叫反的 哎呀反 靜一下 再給你看 正是情 正是時候讀莊子 再給大家看畫 這裡頭是這樣子的 一幅幅這樣的畫 哎呀就這樣子的畫 沒有太負擔的東西 莊子是很瀟灑的 所以上來就逍遙游 那個人到那個境界 孔子是很沉重的 但是不是我們講 完全這樣子就簡單一個標籤 這個孔子也有非常瀟灑的 非常豁達的時候 弟弟看還是蔡畫的好 當然蔡他是一個漫畫家 這應該不是一個家 他只是出書的手段而已 我的意思是說 你想畫畫 你想做這個畫 所以我想做一件事情這樣 有可能他就叫做畫中畫 這個畫是說畫的畫 好句子 金句 老胡的金句 馬克圖文的金句 放在一起 像這個我們講做播放列表 前面是馬克圖文海明威 第三個是老胡 這裡頭幹嘛 混水摸魚 這個播放列表也是這樣 把別人的這個熱門的這個視頻放在第一個引流 然後第三個是老胡的視頻 加在中間是這個意思 畫中畫 一個金句 再來畫一幅畫 產世這個金句 就這樣 這就看的人就多了 如果你光秃秃的每一個頁面上弄一個句子 不咋的 對吧 所以這個形式非常重要 在這個地方 我要講我的這個形式大於內容 這個理論 因為很多人不注意形式 所以我要反覆強調形式 這重要 看書十五經就行了 是的 前世經界 這裡頭也是 也是我這樣看這本書裡頭好多這個這個東西 這本書它選材挺有意思 全都是一些人生的一些難題 故事本身不是很生動 有點強硬做這個做 就是硬要講語言那種意思 但是它每個問題是個挑戰性的問題 比如說你要到一個這個這個去跟一個國軍做參謀 然後這個國軍呢 又 有點鄙視你 瞧不起你 他覺得自己比你厲害 這種感覺 然後呢 他有點殘暴 他不見得完全實施人證 你在他旁邊的話 你如果忤逆他 他收拾你把你殺掉 你如果順從他去做壞事的話 那麼你又媚得良心 那就請教孔子講這種東西 你怎麼辦 你去還是不去 去不去輔助我這個國軍 你想這個東西是 就很好 這個是一個挑戰呢 就像現在跟現在一樣的 這個 他來請教你離婚了還是不離婚 你究竟怎麼建議他 離婚了他小孩好受罪喔 婴孩還小 然後他自己還沒有生活能力 怎麼辦 你不能講去啊 你去撿垃圾 照樣也能活下來呀 這個沒爹沒媽的小孩 這樣也能夠成功啊 舉幾個例子給你聽 但是每個人的具體環境不一樣 有的人真的是 你要告訴他馬上去離婚 有的人你講 堅決不要離婚 有的人這樣 視機而後動 有的人講 對不起 我沒有答案 你自己去做夢 每個人說法都不一樣 就像有的人講過重句子 注重於形式 你講內容為王 對另外一些人 一點都不注重形式的人 你的問題是在形式上 形式太重要了 對於人家 形式和內容 其實沒有分別 形式就是內容 內容就是形式 它是長的一體 是一體的 所以 這就是我講的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你首先要判斷 這是人還是鬼 還是半人半鬼 然後才能夠說出 這個話來 這兩天 昨天繼續再看 這個Larry King 這個採訪 Larry King 他好有趣 他那個時候在 邁阿密的時候 做電臺主持 他能夠100萬人 100萬的聽眾 100萬人的聽眾 他給他一個工資 大概是幾十萬塊錢 一年他二十幾歲 賺很高的工資 沒有讀過大學 五歲就想做電 不廣播人 然後到CNN以後 他的這個收入翻了N倍 然後呢 這個 觀看的這個覆蓋的人 還沒有原來多 好玩吧 然後那個CNN的 CNN的這個人 怎麼回事 就是說 你拿翻了幾倍的錢 然後你這個觀看量還下降 反正就這樣一個 反正這樣一個現象 這樣一個現象挺好玩的 就是說他的身價越來越高 就像你成為特技教師以後 你的教學任務反而降低了 但是你的收入越來越高 有意思吧 然後他這個CNN的這個領導 就講他這個Larry King的特點 注意聽啊 總結他的特點 他講他的什麼 He didn't study He listened 他不學習 他不研究 他不準備 但他聽 好玩吧 Larry King自己講的 他講當一個採訪 如果這個主持人 說話超過10% 就有毛病 一個小時的時間 100分鐘的採訪時間 這個真正主持人說話 不應該超過10分鐘 90分鐘都應該那個被採訪的人說 這樣才對 所以他從他的問題全都是簡單的 像機關線還快 接種非常快的 一個個問題全都是好奇 所以他 然後他就講到他不能做新聞採訪 他講我這個 我這個不是新聞 新聞像我這樣子做就做死了 所以他非常清楚自己的這個特點 他講過 他講我要去採訪 我要進到這個體育比賽的這個球員休息室裡頭 我去採訪 我根本不知道他 不需要知道他是打什麼球 也不知道他什麼比分 也不知道哪個人是主要的這個球星 我進去我就能採訪 不需要任何準備 因為他問的是中性的問題 比如說結束了 你可以講 今天發揮怎麼樣 今天最大的意外是什麼 今天你們是不是所謂準備到的情況 都出現了 或者是對手給你最大的意外是什麼 他問的全是這種問題 其實我們就是講的 你了解人 理解人就是這樣 講的是本性的問題 人性的問題 有很多人喜歡在技術上面 這個層面就是技術太淺的 所以你其實人生沒辦法得到提高 對啊 有的人講悦然無數 你以為他真的悦然無數啊 有的人這個以前的老先生在村子 在村子裡頭也就看了幾百號人 但是見過世面 他有方案 我以前講過什麼叫見過世面 見過世面 不是講你雲有天下 像徐曉克那樣 什麼人都看過 又看過大觀 又看過小明 而是任何東西放在你的面前 你都會有能力去分析判斷 你不會大吃一驚 你不會講 哇這個像不老一樣 什麼都沒看過 你能夠有觀察能力 鄉下人第一次進城裡頭 你看見那個電梯 大便活人 你看見那個自動扶梯 那個玻璃門自動會打開 如果你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 你每一個東西你都是莫名驚慘 如果你見過世面的人 你要是稍加觀察 聯想 你就會知道 這個打到原理是什麼 能夠看出規律來 你就不會慌張 你會震驚 是見過世面 見過世面 不是講你所有東西都看過 而是你看得足夠多 你有判斷和分析的能力 那麼做事情 這也是一個基本方法 記得我前面有一次講 講一個這個方法的時候 講到過 講什麼東西呢 就是大概是那一次這個 TED演講的時候 講到過 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學習 就是那個叫做20天 20天這個 我講的第二期 TED就是講20天這個 學會所有的東西 它就其中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學習足夠多的東西 然後能夠判斷 判斷你自己學的對還是不對 判斷是不是走在這個路上面 其實我們這個學習任何東西 都是這個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你看我在這個語境裡頭 我為什麼會想起那個例子呢 我們學 從你剛才我在講的 怎麼這個叫做見過世面 和講到現在 你要一個基本的判斷 我沒有看過電梯 但是我看見第一次以後 我就知道對它有個基本的判斷 很快就知道是怎麼回事 不過如此 我可以不懂聲光畫電 沒有物理基礎 我沒有這個不知道電這個東西 但是知道它什麼回事 那麼在20天這個學一個東西的時候 其中有一條 它就講到 就是你要最開始學足夠多的東西 然後知道每一個是怎麼回事 能夠知道自己 是不是在正確的學習道路上面 要有這個基本判斷 這個其實就是我剛才講的 叫做見過世面 這樣一個概念 我再推廣一點點 就是什麼東西呢 我打做自媒體 作為一個這個例子來講 你要足夠多的知道燈光 這個鏡頭 運鏡 然後這個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佈置表現形式 有人怎樣面對鏡頭 怎麼樣表情 怎麼樣手勢 怎麼樣做佈景 怎麼樣做字幕 怎麼樣做後面的表情 畫外音等等這些東西 你要足夠多 了解到足夠多 然後你能判斷好壞對錯 這是這種字幕方式是不對的 那種背景方式 那種運鏡是不對的 你要能判斷 這個判斷是什麼 如果你組建團隊的時候 你要知道 這個是個專業人士 他這是做的對的 你要能選擇這個人 就跟我剛才講的20天 這個學任何東西一樣的 這個道理 你要知道哪些是最基本的東西 然後你能判斷 你現在這樣的練習是對的 那樣的練習是不對的 團隊搭建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不是這個運營方面的專家 但是我跟你聊過一下 我面試你 我能知道你的是靠譜的 你這個方法是對的 你要有這種判斷能力 如果你沒有這種判斷能力 你就會受別人欺騙 你這個團隊將來也有問題 包括有的人 我對技術一概不了解 但是我認你這個人品 我看你做事 這個專業 細致 認真 我從這方面判斷也可以 就是你要有足夠多的 對自己的自信和能力 對某個東西進行判斷 你不是每一個人 把一個人 你什麼東西都 我三個月 把所有的做字母的方式去研究透 然後我自己成為這方面的專家 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上班還要開車 我成為這個駕駛方面的老司機 不用 記得我們以前講長版短版的理論吧 你知道什麼人是一個好司機 你顧這個人就行了 如果你淺薄的 你不知道這個判斷 知道這個人在高速上 他能夠像什麼樣的蛇形的 不斷的超車出去的話 如果你認為這個是有本事的話 糟糕了 你只會顧一個壞的司機 哪天讓你出車禍 你應該看到一個就是 誰給他超車 你的司機都躲得遠遠的 不會猛爛加速 不會沒有必要的這種換線 他絕對不換線 他什麼樣的安全 你叫他加速 他死也不加速 就像那個對沖基金裡頭 這個風險控制 你拿槍逼在他的頭 叫他下單 他都不下單 他這樣違反你自己的第三條 你告訴過我 就不讓你今天開艙 就不開艙 你需要的是這樣的人 但你要辨別好壞 你自己要清楚這一點 這個非常之重要 所以你要知道哪些是 什麼樣的人 你自己不見得要是這方面的專家 你知道什麼樣是個好司機 你僱用那個司機 將來組織團隊的 就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是這樣一個邏輯 好 都裝著 所以老子跑了 天天在軍王面前受氣 還不如歸影自在 為何不適時不在電腦直播 試過了 語音互動的效果 電腦上面的直播 你就是講這個語音這個連脈互動啊 連脈互動這一塊 好的 好的 我倒沒有特別想過這個連脈互動的這個 在電腦上面的這個 效果 我在那樣子 我在考慮 Luci我在考慮就是 如果在家裡頭的話 我不是講通過電腦直播了 我就同步直播 就是這個直播 同時就是在油管上面出去 然後老早那部分的參與方式可以不變 我倒在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從長久來講的話 這還是最輕量級的 我只有專注這個平臺 如果將來這個突破 這個講平臺的突破 是在這個快手上面的話 那我就是要這種方式 要出野外隨時 這樣子拿起來就直播 Luci剛才講就是電腦 電腦直播的時候 有一個好處就是 語音留言會自動播放 但是 你沒有意識到這個 語音自動播放的壞處 三個人開始語音直播的話 我就沒辦法說話了 就是不斷的被覆蓋 你可以想到 快速的 一條條語音 他全都自動播放的 反而是一個interruption 所以一個東西有好有壞的 我試過了 我試的時候 我當時就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挑戰 現在這樣子的 現在這樣只有我能聽見 反而是一件好事 我能控制整個這個流程和節奏 因為那個東西是會強行的中斷 我正在說話 然後你的語音就出來了 跟我的聲音覆蓋在一起 強行中斷 你可以想到三五個人連續這樣說話的話 我就直播間就無法控制 好 謝謝 I love 學英語 我現在要自己點亮一下自己 昨天我又在看 大家有什麼問題提出來 我們可以交流和討論 另外一個 我昨天在看一個東西 所以說好長好長時間我都沒有看到這個 昨天有一個人 這個號稱是話樓公的學生 他還是講到話樓公的讀書方法 我對讀書方法特別感興趣 這一塊 因為人呢一輩子 或者講讀書或者學習啊 是最基本的動作 就跟吃飯一樣 那麼基本 這個我在小的時候就知道這個話樓公的讀書方式 他就是由厚到薄 再由薄再到厚 實際上他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很高明的讀書方法 非常非常高明的讀書方法 就是由厚到薄 我就是一本書你拿來以後 你其實最後就是這個做筆記這個過程 一本書很厚的東西 你做筆記來沒有多少心得 因為他要闡述一個觀點的時候 可能要很長的篇幅 就像老師上課一樣 45分鐘講下來的話 可能要點的就三張這個幻動片 但是他整個班四五十個學生的話 他要把他講通講透的話 有的時候可能還要講很多廢話 對某個特別的學生來講 他是廢話很多 因為他懂了 另外方面講 這是老師講的 沒有任何廢話 老胡現在講的 也沒有任何廢話 只要你用心去琢磨 我講沒有任何廢話 是你要去怎麼樣利用這個時間 比如說我剛才表達不清楚的 你講 這個地方我來表達 我會比老胡講的更厲害 像昨天我一打愣 人生就是一些美麗的 爬滿獅子 我一下子忘記這個張艾玲這個名字 所以我昨天下來以後 張艾玲我太熟悉了 非常熟悉 就是完全一下子腦子短路 我當我講那個誰作家的時候 我想起張艾玲那個特別別字的那張 這張這個畫 他的這個照片 所以但是我腦子就短路 腦子短路的時候 當時就沒有說出這個名字來 效果就很差 對吧 所以我以前多次講過 講故事的時候 要細節要非常重要 當你講一個這個這個 引用一個東西的時候 語言不精準 原話不精準 意思飄移了 這個說的人也不清楚了 這具有問題 這個效果就不好 對吧 我以前講過的 對比特原來的 我以前聽到有的 是有的 有的 nas一集 話說明 我後來 風誰 人 幸會 那 有的 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谢谢 多谢 那么学习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要浪费时间 你如果讲这一段不好的话 你就去批判 如果讲我来做这些直播 我应该在这一段上做得比老婆更好 这样你就进步了 你就用我做一个反面教材 就这样 那么讲这个读书方法 由后到包 就是你把它消化来一本书 最后总结就一句话 就是这个前两天给大家看的 The one thing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讲了什么时候当下 就做当下这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好了 然后讲的很大就是说 你怎么挑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任务的列表里头有50项 你选哪一项 怎么选 那是后面的技巧的问题 所以你能够理解 为什么一句话能写成一本书 甚至开成一个课程 甚至每年都开三次 每个季度开一次班 每个班收你5000块钱 人家能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有很多很多细致的东西 那么反过头来讲 为什么我对金句这么感兴趣 因为一个金句可能浓缩了一个人 对后面无数多的 几十年的人生的这种感慨 我给你菜刀 你却用它去杀人 高级吧 高级 几十年我才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那么化劳工的方法 由厚到薄 记笔记 就那么一点点 然后呢 由薄再到厚 这个厚并不是回到你原来那个书本 而是把它取其精华以后 对 刚才 Lucy 可以 可以 我一段話就是講 这本书只讲了一句话 应该怎么样把这句话讲完 我刚才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由厚到薄 就是这句话 这本书可能只浓缩成一句话 但这句话浓缩成一句话 别人就喜欢只看这句话 就像一个新闻变成一个标题党 那个标题已经不是整个新闻了 你有本事从这一句话 能够还原新闻的本质 那就是你厉害 你可以重写一本书 同样的书名 但写的比那个人更高明 更是你自己的东西 所有人都写过 好多人都写过学习的革命 老胡将来写一本学习的革命 跟所有人都不会一样的 是你各级的 所以就像 事实上每一个人一样的 都有五官 这个DNA 这个生理上面构造 都差不多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这个 我有的时候思考这个问题 真的是好有趣 人没有区分太柔 身高 这个外表 这个五官 这个东西 其实几亿人 你真的很难找到两个人 这样是一样的 你就是一样的拉他去验DNA 他又不一样 真的好神奇好神奇 但是反过来讲这个老外 我大概懂你这个意思 刚才Lucy讲的话 就是讲话的方式 要就是最后把故事讲完了 再讲一句话 那个我倒这一点 我倒不认同这一点 不要这个 讲故事的方法有好多好多东西 就像这个倒序的讲故事 很多人不适应 就像你把结果都告诉我了 然后最后再来倒过来 讲这个东西 好像不好玩 已经知道大结局反过来讲这个 但不见得 有的人喜欢这种讲法 有一点就是你自己 适合哪一种就适合哪一种 不要去学别人的 别人有别的这种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讲故事的方式 他喜欢这种方式 他喜欢不断的插合打混的 那它是他的方式 就像这个施朗诵一样 有的人是喜欢念打游时 有的人永远都是45度角的 像这个飞行唱歌一样 永远都看这个天台的那个场 不会第一排VIP 他根本就不看 挺好玩的 所以每个人自己的方法 是不是讲 有的人是层层推进 把悬念留在后面 讲故事讲书 我呢 Lucy如果你讲这个讲书 给我讲书的方法 我是没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不讲书 我只讲段落 就这个道理 我没有能力讲书 我已经承认这个东西 我不会想去读一个礼拜一本书 然后写出一个很高级的书评 我没有这种能力 我就会告诉你 第163页 这个自然的好玩的一堂度 我就跟你讲这个 没头没尾 为什么 你不需要投尾 你正站在那边排队交钱的 只有一分钟 你去听我讲完这个东西 记住记住忘记忘记 没关系 但是你这分钟 好引人入胜 就这样 这是 我分享一个句子给你 分享一个故事的片段给你 不要 我不会 我没有办法做成三天方亮了 且听夏桧芬姐 那不是我的本领 我一天讲 我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就这样 那不是我的本领 我去学三年 是不是能学成那个东西 可能能学会 但是呢 我不想去学那个东西 人生苦短 符合我的本性 我的本性就是住一个非常短小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讲一个故事 浓缩就有一分钟 东西给你 就这样 然后我看的东西很多很多 每天看 看几十个视频 每一个半分钟 每一个半个小时的东西 我看过了以后 里头就两句话 我直接跟你分享 我就分享那个东西 这就是我的笔记 这就是我的方式 这就适合我 适合我的本性 我不适合去研究一本书 然后把一本书 跟另外一本书 给它串联起来 去比较 确定 这是另外一本书 高效15 法则 15个方法 注意啊 这个副标题 谷歌 苹果 在用的深度工作法 英文的原版里头 根本就没有提谷歌评谷 我们的国人总是迷信 这个大的 这个谷歌一定要把这个副标题 很多人冲着副标题 去买这个书 挺好玩的 这是取标题的方法 牛人都用这个方法 牛人都用这个方法 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 比尔盖茨是这种读书方法 人家世界守护 你学不学 大概是这种心理暗示 人心盖茨如此 我不知道 我讲了 我要是足够老 足够玩 我要出一本书 告诉你 兄弟是白的 什么字都没有 我看你买不买 空白了 就跟你反人性 给你弄得完 讲故事的技巧 不要一开始就总结 不见得 对吗 不见得有太多这种方式 不要阻断讲这种方式 我今天就给你讲一个悲惨的故事 悲惨的 多悲惨 然后倒许 先把这个最后结果告诉你 然后到我来讲 展开 然后这个过程可能是分析的 就是讲 他为什么会这么悲惨 没有一定之规 只有当你不要给自己定下这个规矩以后 你才有可能 如果你给自己定下了这个规矩 这八股文 就是讲你不能挑战这个八股文 那就糟糕了 昨天我在看另外一个材料 就是讲到 讲到诗和词的问题 诗诗 为什么到诵词以后 这个词是怎么回事 词有词牌 词牌就是现在的这种 这种歌 你实际上就是讲词牌来的 就是有曲 然后你在里头填歌词 然后看到这个李后主 李后主他在词方面的巨大的成就 他留下来三十几首 这个每一首都是非常高级 那么因为它是这个词 它是要唱的 唱的和那个诗歌就不一样 诗歌是要看的 要玩味的 唱的时候讲的要什么 要口语化 然后呢 又重复 又重叠 老早我们 我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老人家批评现在的流行歌曲 就是这样 一句话 连唱六卷七遍到八遍 最后才结束 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老早写歌 没有这张写法的 对吧 就是港台 尼尼之音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 才有这种说法 一个东西 要不断的重复 后来你看看 小苹果 广场舞这些东西 不仅在词上面要重复 而且曲上面要重复 这是流行的一个基本特征 挺好玩的 所以诗和词 对我来讲 我昨天看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 这个好新鲜 这真的是解释了 诗和诗之间的差异 然后李后祖在这个上面 为什么能有话时代的 因为写诗的这一批人 是看不起写词的 词那是在青楼里头 在民间 在俗的这些人里头 才唱这些 这个银词宴曲 那么李后祖皇帝 你看看 他写词 一下子就让他高大上了 所以士大夫也跟着写词 让他高雅 后祖写的这个东西 他本身就很高雅 那种伤国之痛 那种对雇员的这种思念 他这种情本身就很深 很高级 不是这个儿女之情 是家国之情 家国之恨 高级 后祖皇帝做表帅 所以大家也就对词 不会有这个偏见了 所以这个宋代 那么温豪也开始写这个词 一下子这个能把一个歌曲就起来了 这种各种词牌就出来了 所以写的很高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对 但是非常新颖 对我来讲 从另外一个方式 从来没有思考过 上的思考 唐诗和宋诗之间的这种差异 以及这个李后祖在这样一个变歌当中 说起的这样一个作用 真的是有趣 对我来讲是开眼界的一个东西 是神体形式 失忆神识 李凤你好 你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 你出现一下子 我不知道你这个 你的你的这个 你写EA的话 应该是做外汇比较多了 对吧 生意怎么样 我们这个群里的好几个人 做这个期货外汇这方面的东西 有的人是能够稳定的 稳定的赚钱 昨天有一个人 有一个群友跟我讲 他做这方面很有心的 每年能赚30%以上很稳定的 有很多人很有才能 上次有另外一个人 做专门做期货的 他讲一年赚20% 很轻易的事情 他讲老胡你给我一件钱 我帮你操作 我又不要你的手续费 我就顺带帮你做 保证你一年20% 我讲我们的钱给你操作 挺好玩的 好 我这个关于学习这一段 就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讲从薄到厚这一段 我就再不从下 从薄再到厚这一块 就是事实际上 就是你的知识信息活化的过程 这个厚不是原来书本的厚 不是讲从笔记能展 能回到那个东西 而是比这个书最厚的厚厚的书里头 提取对你有用的这部分的营养 作为知识你记录下来 然后再把它应用出去 再解点评联想散门读后感 这个东西就是由薄到厚这个过程 这个厚那部分已经是你的东西了 那个厚不是原书的厚 是你的厚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那实际上你就是从这个知识层面提高的方法 提高到哲学这个层面上 将来你就可以用到别的地方 在这个只有在这个层面上 将来才会跟其他的知识才能串联 具体一个个小的知识点 你永远在一个这个点 冬季这个面这个发面的 在北方严寒的这个环境里下 发面和在南方方面有什么差别 春天和夏天方面有什么差别 这全都是在技术层面上 但是你看看到 包括这个在高原地带的烧开水的 这个由于气压的不同 这个费点也会不一样 当你认识到这些 从这一点点的东西 你会知道环境对同一个这个东西的影响 所以这个你就是在哲学思辨层面上 你就会知道很多 等你足够多的势力以后 就会我经常讲的话 Never say never 你就会知道我都看过 你讲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 你虽然没有看见过黑天鹅 你就会到一定的时候认识 就是黑天鹅不奇怪 哪天出来粉红色天鹅也不奇怪 你叫做什么 见过世面 你没有见过粉红色天鹅 哪天你见到粉红色天鹅 你会觉得奇怪 你觉得奇怪 你就没见过世面 你不觉得奇怪 你就见过世面 是这样一个概念 是这样一个概念 坐手 你好 好 这个就是这一段 我聊完了 大家还想聊什么 想聊什么 关于时间这个东西 关于时间 现在这段时间夏天天亮的早 我不知道就是要不要将来把直播的时间调早半个小时 或者是因为还有中间还有下十字的 现在是比如说我调到十天钟晚上直播将来下十字一调 那就是我这边就是漆黑的 所以我这个想法暂时不敢 暂时暂时不会动 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子认为就是十点半开始直播 直播一个半小时到十二点 也还可以就是没有超过十二点还不错的 如果再提早的话 将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早起 最近我在看一些东西 我不是讲这个成功人士都有一个特点 早起 早起以后 这个morning routine每个人都不一样 早起之后的话他做什么事情 每个人的这个基本动作不太一样 但是都有一点就是 这一小时能是一个高效率的这个时间调整好一个状态 然后开始工作的时候是状态非常好 效率非常高 这个是基本的 昨天我看到另一个材料 孙中山 孙中山就是有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奇怪的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说法 他讲叫做知难易行易 知道的知 他讲知非常难 行易 就是行动的行 行动反而容易 这个跟王阳明的那一套东西 完全不一样 王阳明讲的是知行合意 知容易 行难 那个孙中山反其道而行之 孙中山讲叫做知难行易 知难行易 然后我昨天是怎么看到这个材料 我告诉你 我在看一个蒋介石的 这个对蒋介石的这个东西 然后蒋介石里头的 他孙中山给他写这幅字 叫做知难行易 手书了 这个宣文他是特别喜欢给别人提字 然后勉励给别人的 所以你看他 你可以看见他好多这种书法的作品 给他的同事 给他的朋友 给他的部下 他给蒋介石就写这个知难行易 有趣的是什么东西 昨天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去搜这个知难行易 那就看这方面的材料 其中有一个材料给他讲的 孙中山对这个东西颇为得意 他讲是我孙中山的发明之一 我心中就一动 老胡不是讲四大发明吗 这个我有二十万理论 有饭店理论 孙中山也跟我玩这个东西 一样的 他调侃之一 他讲这个是他的发明之一 他了不起的发明 这个我一下子就是能够能够就是能够在这一点上能跟孙中山产生共鸣 其实这个东西他并不是讲要这个当老胡讲这个形势占百分之八十 内容占百分之二十 并不是这个为父心慈抢说仇 并不是强要强到 而是讲那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完全忽视形势 只讲内容是干货这些人 我告诉你有另外一个看问题的方法 而孙文在这个地方讲知难行易 就是这样 你们都讲都是王阳明的这个拥顿 都讲这个知行合业 知态龙的 懂得这么多道理 却顾不好自己人生 他的意思是讲的 知难行易 就是你开始做盲目去跟随别人开始做什么 其实很容易 但是你不是深刻的理解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能就是我讲的 你无法坚持 你这个行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面的践行 所以他我认为并不是反传统 并不是反王阳明 而是讲你们 就是我们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知行过程里头 有一个偏颇的地方 就是以为懂了 然后呢不去做 如果你真懂 你一定会去做 比如说吸烟对人体的伤害 比如说减肥 管住嘴 卖开腿 你真懂吗 吸烟是不是危害到你的生命 你看到那个香烟盒子上面那个肺癌的那个照片 对你没有触动 然后你知道 哪一天 那个就是你的X光机 或者是这个 把你这个肚子拉开 医生给你照一张你的肺的照片的时候 你感觉就不一样 我讲过那个话吧 ICU里头 医生天天在抢救病人 天天 这个有人 这个推到太平间里头 但哪一天躺到那个ICU床上 试你家老妈的时候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你连刀都下不了 你必须评别的医生来治疗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就是你以为你知道吗 你知道生老病死 你知道这个人生的无常 发生在你身上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你知道爹妈哪天会死去 写过那个句子 我们都知道爹妈会离我们而去 但很多人都说 没想到这么快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我讲的孙伦这个句子 知难行义 说话太容易了 你是不是真的理解这个 是不是践行 就刚刚讲的 morning routine 每天早起来能不能成功 你能做到吗 好像这个东西好简单的 闹钟起来就这么简单 你真能做到吗 你能坚持吗 你会讲昨天晚上睡晚了 今天没什么事情 我多休息 然后讲 哎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只要休息好才能工作好 没有找到无限多个 就是你认为是对的东西 你能找到一百个不对的东西 来反对它 你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 对不对 甚至别人劝你 你现在这个东西 你应该赶紧去睡觉 是吧 所以究竟知和行哪个重要 没有 两个都重要 按照我的 按照我的这个伟大理论 优者谢谢你 按照我的伟大理论 就是行事和内容哪个重要 两个都重要 为什么 两个是一个东西 一个硬币 国会重要 还是这个头重要 都重要 因为它就是一个硬币 你怎么能讲哪个比达 哪个重要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很简单 那么知重要还是行重要 两个都重要 没有真知 没有真正的践行 没有世界 你何谈你是有真知呢 你只有盲目的行动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开始做事情 并不是讲 你像无头苍蝇一样的 像个机器人一样 而是讲 你想做什么东西 立刻就去做 那做的过程度 不断的修正提高 有的人讲 盲目坚持没有用的 你天天日更 我看过人家 两年都做不起来 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两年都没有 做出一个频道的人 那个人单凭 坚持这个品质 他将来去坚持 另外的东西 就成了 他可能做自媒体 成不了 我非常欣赏这个人 两年时间 天天日更 然后没做起来 这个人 将来 他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 他都可以突破出去 你天天在那天 要找最好的方法 然后没有做节目 这种人 你讲三十年都没有用 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就是 渔公渔山里头 那个自首 自首聪明 还是渔公聪明 这个故事有好多种版本 好多种讲法 自首 自首有什么 自首没做成任何事情 他就是在那边 三阴风点鬼火 这个 他自己没有证明他的聪明才能 你聪明你去把这个山 用小 计笑这个渔公 你有什么办法 机械化 自动用炸药 把这个山移走 你没有啊 你只会说风凉话 那渔公呢 他是很渔 他没有什么招数 他就是挖 子子孙孙 无穷亏也 但是你要这个台杠 真有好多人断子结身的 怎么可能讲 子子孙孙无穷亏也 你能坚持 你的子孙不见得能坚持 所以这个方面是渔的 对不对 最后我们讲实际效果 并不是他把山移走 对不对 他感动三神以后 神把他移动了三 不是他 所以像这个渔公 是真渔还是假渔 难说 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但是这种精神非常重要 一个人 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情 他到临死的时候 还没有发财 是失败还是成功 失败是你说了算 还是他自己感觉 没有绝对 如果他自己挖了以后 一辈子就会闭不上盐 一生长叹 我这一辈子走了弯路 我早年真的不应该挖这个山 我到外面去泛泛 泛泛是丝绸 泛泛这个盐 说不定更好一点 家人会过得轻松一些 我脱离整个家庭 如果他这样的 临死的这种东西 对他来讲 人生可能就是个失败 但是别人可以把它 数为一个典型 广加宣传 这个精神影响很多人 在别人眼里头 他可能就不是个失败 那么在别人眼里头 不是个失败 和在自己眼里的失败 哪个重要 我倒认为前者更为重要 你首先要为自己活 然后才是为别人活 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 没有太多这种舍身取义 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平常的小事 所以平常的小事你就做好自己 更靠谱一些 这种方式的小事 宅月你好 小秋新的ID 这个观点好 谢谢 野蘑菇你好 关于孙文先生的知难行义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 还没有弄段子 是的 我喝水 你们看看有什么要聊的 我有好多东西要聊 但是我希望聊你感兴趣 所以你可以有这个东西 可以最大化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间 所以你最好你就问问题 或者你想聊什么东西 或者有什么东西想讲 要不然我聊的东西 你不见得感兴趣 那就不好玩了 我是可以陪聊的 你想聊什么 我都应该能够 可以插上嘴 可以跟你聊的 所以我希望聊你感兴趣的东西 今天好像这个大家互动不够热烈 人好像比平时少 今天是为什么 今天是 今天什么特别的日子 不知道 昨天我还 昨天我还 听到一个 听到一个这样的 这样一个说法 周末晚上 是周六了 听到这样的说法 对我这样是新鲜的 我孤陋寡闻了 第一次听到它叫做 电话 手机 癌症 电话 手机 癌症 就是得了肌癌 得了手机癌 我以前没听说过 人家用这种讲法 我觉得这讲法好高级 不自治症 我们以前听说过 我们以前听说过懒癌 这个对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 我觉得这说法好新银 好高级 就是讲一个东西 讲到了机制 真的是这个样子 有很多人是不是这样的 让你几天如果是断网 不给你手机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你完全无法离开它的车 手机是一个伟大的工具 可以讲是 手机是 整个社会 平权 民主 这是一个伟大的工具 了不起的 以前的教育资源 社会资源的不平等 手机一样东西 就把东西打败了 最开始手机第一代出来 只要几万块钱 只有像我那时候做生意 才能用得起那个大疙瘩那样的砖头 那个不是一个平权 今天这个是平权 网上课程 信息的这个免费 网络的免费 将来无机啊 一定会有很 基本上达到网络的免费 这样一个结果 谢谢大圣啊 所以 但是很多人就用它 用的地方不对 完全占捷了自己人生 得了 phone cancer 得了手机的癌症 我讲过 我最近这段时间 在减少我的电脑这个时间 原来 这个谢谢user 打赏 原来我的电脑 除了更新 强迫启动 可以一直不关的 在单位里头 单位里头的电脑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从来都不关机的 那么最近 我就讲 我要减少我的电子时间 手机时间 减少我的这个 这个 屏幕时间 那么我现在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上次我讲过以后的 到今天 一次都没有违反 什么 睡觉以前 关机 我把电脑 真的是把它 shut down 把它power off 关掉 这就强迫我一点 首先今天打开的东西 我全要把它关掉 一件件清理掉 该做笔记 做笔记 该处理处理 以前 我可以这个浏览器窗口 可以有30个 40个 50个 可以有个东西 一直在那边 我这个地方要做记录 要做整理 然后不能把它关掉 然后一直在那个地方 好长时间 都不处理它 现在 我这个东西大概 可能也两个礼拜了 睡觉以前 一定要把所有窗口 全部清理干净 实在 现在还不能完全全部处理 没有完全处理 我就把它保存下来 规档 整理下来 但最起码 我有个状态 早上起来 开机 这是 就是重新开始 干干净净的 一个开始 那么下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我要把这些 这些牛叉的人 早上的morning routine 一个个来试用一下 哪些东西适合我 比如说 该不该做一些 几分钟的冥想 该不该做一些 stretch 这个 简单的这种 运动 或者是 做一点点深呼吸 或者是 读半个小时的书 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哪些东西适合我 但是我会慢慢慢慢 一点点 就是希望 就是早上 在有一个小时 安静的时间 这个时间 是非事务性的 就是一个心理建设 和身体的准备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开机 正是我的 范茫的一天就开始了 那个状态 不是像昨天 打开电脑 一大堆这个东西 在你的面前 所以我尝试做这个东西 一点点这样子开始 然后这个手机 控制自己的 手机的时间 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住 不要像我们讲的平均 讲的一天150次 去摸这个手机 那么控制这个手机的时间 就要想办法 使得 比如说 每天看私信 这块东西 我怎么样快速的处理 这个私信 大家最近给我私信的人 可能感觉到 我已经开始 越来越多的用语音 语音的话 因为能够 自动启动了 关闭一下 我的这个iPad 刚才什么关键词 启动了它 所以尽量控制自己这个时间 然后的话 用语音的一个方式的话 我是有两个考虑 第一 我在这个手机 或者其他上面的输入的文字 包括用这个 就是语音输入法 也有 语音到文字也有效率比较低 要更改错别字 所以我现在 然后呢 我是不是一个表情高的人 所以一个话 语音转成文字以后 那个味道可能不见得对 所以我现在就干脆 我就用语音来恢复 能够更personalized的 你能知道我的这个 你能知道我的情绪 你能知道我的这个语调 在这个地方 所以下面 我是最近要尝试的东西 所以下面以后 大家跟我的私信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这个群里头 我想不能发语音 我有可能下面就会讲 我是群主 对不起 我能够发语音 你们不能发 我会可能修改我的这个群规 我霸道一点 就是这个 我作为群主 我要稍微给自己一点 这个特权 这个如果是 如果是对这种东西 极端民主的这种人 看不得任何特权的 那你只有 你就愤难退群 我没办法 那个 因为在所有的这个东西 我要照顾我自己的这个权益 我在考虑 不见得一定会这个样子 这是 这是我把这种想法跟你分享 就是说我是怎么样 这样一点一滴的 考虑提高我自己的这个生产效率 是这样一个思考过程 美国用盗版操作系统的人多吗 没有人用盗版 应该是没有人用 正规的人 因为很容易买个机器 很便宜 全都是预装的 老早 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 老早 就是你这样在 crack list list 就是美国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 这二手货的这种交易市场 以前你经常会看电 就是用什么东西来换一个 这个操作系统 以前甚至这个 我不讲了 微软的有一个 这个 就是主任级的 非常高的这样的东西 居然从公司里头 把这种 这种操作系统 弄了十几万份出去卖 便宜 可能赚了100多万美元 结果被抓起来坐牢了 在公司的店里头 这个操作系统 它是五块钱 十块钱 十五块钱 大概这样的价格 外面卖100多块钱 所以那个时候 有这样的盗版 现在没有 现在因为大部分东西 都是一个是收费方式 变成了网络 这种月费这种方式 所以呢 很少了 并且操作系统 这种盗版 非常容易跟踪 因为更新各方面的原因 你被抓住了以后 然后起诉你 得不偿失的 这种东西 就是你买一个电脑 它都预装了 没有谁 现在自己是传机的人 越来越少了 我用这个增卡 用这个东西 除非是业余暗号 因为这个东西 从经济上已经不值得了 我年轻的时候 我自己组装好多好多机器 都要自己去到这个店子 一条街去淘这个东西 现在这么多年 再也不弄这些东西了 直接到店里头买一台机器 因为你弄那个东西 省个一两百块钱 省个两百块钱 没有意义 并且机器其实有很多稳定性的问题 你不要认为自己这样用这个生卡搭配那个东西就怎么好 就厉害 不是 机器有很多很多的稳定性的问题 这个部件之间的协调 这种兼容性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不值得去做这个事情 没有多少也没有多少人去这样子弄 我前面已经讲过 就是希望将来做一个采访的这个节目 这两天在看Larry King的东西 我就发现他给我一个很深的 这个Larry King他讲他做采访 我昨天讲了他的一个东西 他就讲这个他现在做的东西 就是他二十几岁做的 他没有变成 他讲我现在这个八十岁 没有认为比我七十岁更牛 我讲他讲他二十几岁 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这个水平 后面没有什么 从技术上来讲完全是一样的 但他让他喜欢做采访 他就讲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跟每一个人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我刚才前面的时候也讲了 采访一个人的话 你没有必要遇 他是 他是 我前面讲的 他不study 但是他listen 听啊 非常重要 一个能力 不是有很多人有这种听 这种能力 我以前就是没有这种能力 就是你要一说话 我就打断你 你说第一句话 我就知道你 我是悦人无数 你说第一句话 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个地方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那就拦住你这个话 然后我就发表我自己的见解 这是非常粗暴的 然后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的见解 语言都非常犀利 但是呢 没人喜欢你 因为你是一个攻击性的人格 你处处表现得比别人强 我就看这本书里头 这个 看这本 庄子这本书里头 他就讲到这个故事 讲一个人 这个空子都要去拜他做老师 他讲这个人 什么话都不说 只听 什么话都不讲 这个老师 然后空子讲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的角色 会听 少说 当然这个东西也完全过了 就是讲你一点都不说 人家 就是你可以 就是不说话的人 可能是高人 他知道说了多说无意 你像这个高僧大德 你要去参访他 他是细致如今的 不会随便给你开悟 不会给你坑声的 说不定最后都不说话 就拿那个残杖 敲你一下 拿那个敲木鱼的棍子 给你一下子 不跟你说话的 天机不可泄露的那种样子 那么真正是不厉害的 这种人才会要 要试图说服你 让你出家 跟着他一起去修行 就是两类人都有 不说话的人 有的是愚蠢的人 他无话可说 另外一些人 就是真正的厉害的人 他知道多说无意 他知道 才知道对你有用的话 他才说 要不然他就不会说 这个人要有缘分的时候 才跟你说 你想听到的话 但是听别人说话 在这两者之间的两个阶段 听别人说话 学会听别人说话 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好困难 人都是有这种表现 就是别人说的很好 你怎么办 你附和他 你很难赞扬他 你会羡慕基督人 顶多会讲 英雄所见略同 我不讲过吗 英雄所见略同 不是一个赞同的话 是一句骂人的话 他的潜台词就是说 你说的东西一点都不高明 我也知道 并且讲 这个东西本来应该我来说 我说的比你还说的还更好 第三层意思 就是说 凭什么你来说 你抢了我的机会 应该我说才对 所以既要不要 所以当你下次看 有的人说英雄所见略同的时候 你不要沾沾自行 而是你伤害了另外一个人敏感的心 或者是你鸣谢的时候 没提到他 没把它先摆在上面 或者讲 这个创意不是我的 是我们这个小王 他最开始 他讲了一个东西 启发了我 你这样子表达 他就对了 他不会讲英雄所见略同 等你讲完了以后 他要来补充讲 哎呀 我们这个 你讲的正好 英雄所见略同 他其实心里头酸溜溜 所以你下次 在听见别人讲 英雄所见略同的时候 他一定是觉得 他比你高明 这个机会 不应该是你的 应该是他的 这样子想就对了 人性非常复杂 不能光从表面上 来看 一个东西 你也认为 他是跟你一样的 英雄所见略同 不一样 别人说的很好 就好好听下去呗 对 但是那这个一被动 听他主动听 不一样 就像你听老胡说 你不说话 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你 该记笔记记笔记 该反驳我的时候反驳 这个 你不见得打电话 见得反驳 而是讲 嗯 他刚才那样 讲的不对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那么你这个心理的 就像比尔盖茨读书一样 他不断在这个旁边 写他自己的想法 对的 他讲 如果就跟这个书中的观点 他不同意 大量的不同意的时候 他讲 他觉得非常难受 一点一点 主点的就批驳他 然后就跟他 跟他怼他一样 他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你看到这个书 写的密密码码 他的心得这部分 挺好玩的 所以不是一个被动的 你就像我 我天天这个 看好多的材料 看好多视频书啊 文章啊 哎 看到激动的地方 就是坐不住啊 哇 这个在倒带 再看一遍 再慢速 再做笔记 再把这一段 这个视频一定要收藏下来 因为下面要引用他 要分享跟更多的人 就要做这一系列的动作 所以不是被动的在看 这边在吃到花生 那边在看一个东西 这边在喝到啤酒 那种享乐的 那种东西没有用 你看过就忘了 你看我昨天看的东西 我今天就在直播间分享给你 我下面再做节目老胡的这个笔记本 再记录下来 以文字视频音频的方式 全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呢 有人听了有感 回过来再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像你第135期 讲了那个这个老胡笔记里头 讲了马克思文这句 这个话 你这个解读 我好喜欢 但是我现在想跟你讨论一下 我觉得有另外一层意思 你觉得怎么样 哎 这就厉害了 你这样一讲 我就把这个 那张卡片找出来看一下 然后呢 给你一讨论 你看看这个讨论我就提高了吧 我成长了吧 如果不同意 我跟你商量 如果你同意 我讲你这个高明啊 英雄所见略同 然后下次用这个东西 我下次再讲到 再引用这个材料的就不一样了 我就螺旋就上升了 你想想我每一个材料 我公布出来 我展示出来 我用我的当时的这个东西 讲给大家 然后再看大家的反馈 有的人有谬战 有的人这个就是批驳我 有的人就踩上一脚 我就知道 嗯 这期讲的不错 这期讲的不行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同意 是我的观点偏激 还是讲我搞的方式有问题 或者是我引用有误 比如说我讲李敖的那一期 讲他这个讲 讲他做演讲的时候 很多人这个给他地址调问问题 其中有一个人就上面写了 汪八蛋三个字 这个李敖就讲 这个决道夫人提问题 就只问了问题 没有留言 没有签名 这一个人 他没有 我没有认识的 什么决定 我没想决定 我没想决定 这一个人 就会说 有的 这一个人 我没想决定 就是 我没想决定 我没想决定 在那边 你 我没想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瑶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得非常生动 讲得好像是他自己的这个故事一样 他就没有讲我是在秋吉尔这一招 那么有群友就教我这个是秋吉尔 就这样挺好玩的这种心理 所以啊就是要主动 你要主动走出来做节目 大家才能主动啊 看我在微信公众号里头 我写的就是 我走到外面让太阳看见我 我走进森林让小鸟听见我 我走进你让你感觉到我 这样子才是二十万理论 你在快手 我来快手找你 你在别的地方 我来别的地方找你 你喜欢金句 我跟你讲金句 你喜欢讲赚钱故事 我跟你讲赚钱故事 反正我就得找你 就这样一个逻辑 你不要等啊 我这个实际上全是人渣 我周围的同事全是坏人 我怎么运气这么不好 我怎么没有像这个 比尔盖茨这样子的朋友 你的人生的命 掌握在你的手上 你今天就认识像老胡这样的 十八线的明星 将来老胡变成第八线的明星 你也认识一个大咖了 或者是你通过我 认识了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是Lucy Lucy将来成为第三线的明星 你就认识了一个明星 但是你跟她的缘分 是从老胡的直播间开始 人生就是这样的 你不知道 你认不认识25年以前的杭州城里头 某一个街头 看起来像小混混的人物 他叫马同学 你当时要抱着他的大腿 25年你就可以赴三代 就这么简单了 对不对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这种缘分 除了不要去抱怨运气 我不讲嘛 我当时要是有机会认识马云 我一定会瞧不起他 我一定会认为我比他才更牛叉 我一定认为他要是能办成公司 我一定公司比他办得更大 才对 我只续去看当年的史玉柱 当年的这个马云 当年的马化腾这些人 我摸到自己良心讲 我一定不会选择这些人 作为合伙人 或者是被他领导 凭我当年那个心气 那种骄傲 那种浅薄 我一定会 这些人不会入我的发言 但是事实上呢 你从外面上看起来 我这也很顺利啊 读那么多学位 懂得那么多东西 也在这个世界五百强工作 为什么就没成任何事情呢 最后还绕一大圈 要所有东西都要放弃 要离开 从临开始做自媒体 这是要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老胡是不是发疯了 还是讲是清醒了 是糊涂了还是清醒 你可能有你的自己的看法 我有我自己的感受 我将来是不是讲 是不是像我讲的 我这一辈子做自媒体做到死 不知道 会不会变化 搞不清楚 但是我现在是这个想法 Never say never 人生就是一个 这个还记得阿甘讲的 人生就像一盒 这个box of chocolate 这个酒心巧克力 你不知道里头 它是什么味道 吃了以后才知道 它是mixed 我这两天看Ladder King 我讲的Ladder King Ladder King就是这样 我有天生的好奇心 我对人好奇 所以我对Ladder King有感觉 他像我对人天生的好奇 The Genuine The Genuine 这个Curiosity 真正的这种好奇心 你为什么成为一个罪犯 你为什么落到杀人这种地步 你的成长究竟有什么特殊性 你为什么能成为一个体育明星 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你是怎么样训练自己 你为什么选择去做一个警察 你为什么选择做一个消防员 你为什么做自媒体 他是这样真正的好奇 你看他采访的时候 你看他采访 Ladder King 他有这个纸在这前面 他有CNN 他有很大的团队支持他 所以他的这个CNN的老板讲 他不study 他不准备 他listen 然后他前面有卡片 Ladder King他讲了 我这个卡片只有关于这个人的fact 关于这个人的fact 哪年生的 是什么人 他是在哪上小学 他只有这些fact 他讲我的卡片上 永远都没有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预先讲的问题 全是这个fact 然后他根据这个fact 就开始问问题 一旦开始问问题 他就讲 他就开始听 你怎么样 然后根据的听 他就开始跟踪下去 一路问下去 是这样一个东西 你看还跟那种 就是我要把 一直要把你说 哭了 我要知道你 把你小学的同学 把你的初恋 情人都带到后台来 然后surprise你一下子 让你感动 把你小学的语文老师找出来 这完全不一样 他是非常轻量级的 非常人性的 然后你看到他被采访的人 没有他从来不会跟采访对方吵架 或者掀桌子跑的 他采访过这个六万个人 六十年的时间 什么人他都采访过 都能够跟他讨训我的这样的说话 做的里面就是那么专注 他是从底层上面 知道了这个人性 而他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他就讲我二十几岁以后 其实在采访技巧上没有变化 这几岁就讲的简简单单的完 也没有任何秘密 但是对于人感兴趣 这是装不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前面一直讲 我是如此的喜欢人 以至于我讨厌狗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看到Larry King 他的成长 真的是 我非常有感触 一个人五岁的时候 他知道他以后要做黄渤人 然后就这样子解 他是不是 他不是讲几十年磨一剑 越来越厉害 他最后完全就是很放松 他会放弃所有东西 就像跟一个人在聊天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任何的要挑战别人 或者是道德上去 侧给别人 评判别人 你是个杀人犯 你是个坏蛋 我一定要把你的丑恶 灵魂的这种东西 你是怎么识足的 你是怎么样 要挖出这个故事来 他就是讲我们在这个聊天 他都能忘记镜头 他到现在还是讲 他讲我不认为我在做电视 我就在做广播 跟我这个二十岁 二十五岁做的东西 没有任何差别 我就在前面一个话筒 就跟他聊天 我才不管你这边有个机会 那边有个机会 那边有个机会 他根本就不管 所以他就像二十九岁 他的技术没有任何的进展 但是呢 你想他这个技术 他问问题 他都问问题 还是那么 就是有的人讲 他都问问题 就好粗浅 那么这个CNN的这个 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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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他的项目策划人 他就讲 Larrikin问的问题 是ask tough questions in a soft way 问的是很很严肃的问题 但是以很闷柔的方式 问出来 你听不懂的人问他讲 Larrikin问的什么问题 但是不管你能不能感觉到 他这个层面上 这样ask tough questions in a soft way 这个是人家是非常高级的 才能看到这个本质 你外行看到的是这样 Larrikin不过如此 图有虚名 一个人做广播 做主持 他是没有一个人 单一一个人做的节目 主持人是一个 有的是一个品牌 然后中间换了几茶的主持人 换了几茶的原因 他是一个人主持 做了60年 后来讲退休 现在退休他还更忙 现在在互联网上 玩得风生水起 估计他 就是我讲的 他最后一定可能会是 死在这个直播间里头 最后 他太喜欢这种玩法了 所以 我讲Larrikin 就是我从他身上看见 我将来可能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以前 就是在这段时间 知道他更多东西 以前 我知道他是一个 著名的主持人 没有太研究他的方法 最近我研究他的方法 我发现 更加坚定了 我可能将来就做这种东西 我有条件 他做一个这样的 去播间 可以把别人请进来 然后就这样聊天 就这样 然后最开始 只能请到这个 炸油条的 做烧饼的 将来可以去取到 文豪艺术家 然后电影明星 就这样子聊 团队去什么 团队去帮我去联系这些人 安排飞机票 安排住宿 我不愿意玩这些东西 但是我就是 人来来 我就跟你聊天 就这样 不停的聊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看到 这些人是如何成功的 那些人 那个人有什么学习方法 那个人有什么morning routine 那个人处理这个关系 就像Larrikin自己结婚 结了好多次 你知道 七次还是八次 最近这段婚姻 娶了一个很年轻的老婆 很好 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前面好多次 那个 那么 他的人生是有什么 有趣的地方 挺好玩的 对吧 就是当你 那么多次离婚以后 你还相信爱情吗 好玩 对吧 安迪 你是小叶吗 你搞不清楚 你是不是小叶 这个换了 换了平台 我都搞不清楚 哪个对哪个了 所以Larrikin对我这段时间的认真的这个启发 就是看到一个东西 他讲他在小时候坐笑车的时候 他就会问那个开笑车的这个驾驶员 他就讲你为什么开笑车 他会问出这个东西 所以他总结他人生 他讲 他讲 I'm a white person 他讲我是一个什么东西都问why的这样的人 然后你去看他的采访 他有的时候 别人讲一大堆 他简直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 why 他就问why 就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他为什么讲 当一个人采访的时候 主持人如果说话超过百分之十 就有问题 有毛病 你如果学皮毛 你就讲 我控制我自己百分之十 十一十五就算失败 不是 当你如果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就像你做事一样 最后你能不能赚到钱 不是你的目标 而是你KPI之一 你做对了最后一定不会查钱 要么就是开咨询公司你能赚到钱 要么上学习班你能赚到钱 开学习班你能赚到钱 要么你卖书你也能赚到钱 要么就是被有钱人包养 你也能赚到钱 反正最后反正你不会查钱 你做的东西对了 不会查钱 这个问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你对了 就会有观众看 有越来越大的电台 这个电视台去请你 你做的东西就对了 那么 这种对一定是你自己 舒适的这种对 不是模仿别人对 一个人是没办法模仿别人的 你可以暂时 你可以一期两次节目模仿别人 你不可能永远模仿别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自己 做更好的自己 你看我真的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个烂人 我心中一大堆见不得人的秘密 你做自己怎么办 中间有个很长的挣扎阶段 怎么样面对镜头 怎么样真实的面对镜头 哪些东西该说 哪些东西不该说 全面会有个扭捏的这个过程 到最后你真正心打开了以后 这个 我们看这个杨哥 这个第一次做这个演讲的时候 全是这样子 这个动作 对不对 这个同手同脚 到最后 你看他 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 可以身材飞扬 可以这样子 都会自如 这个状态 没有问题 最开始的时候 你看我的节目 我盯着那个摄像头 注意哦 细节 我不能只看到 我的鼻子 我应该看到 手机的那个摄像头 你知道吗 是在这个iPhone上面的 中间偏右一点 摄像头在那个位置 这是机械教条 我现在看见 就是摄像头的位置 我现在没有看到摄像头 我看到一个区域 大概就这样 没有关系 对不对 自然最好 能你完全能够自然 然后这样 逐渐逐渐 把你自己又能够提高 能讲的东西 能够表达得越来越精准 然后把你自己 原来非常细腻的东西 见不得人的东西 你能用自我批评 和调喊的方式 把它分享出来 大家能够会心一笑 那么你就逐渐逐渐 打开自己 对不对 把自己打开了 你就舒服 你做的是自己 做自己是最舒服 这个时候 你才有了什么 authenticity 你就是一个真人 别人才能喜欢你 你带着面具 别人无法喜欢你 Larrikin 再跟你分享一下 Larrikin他讲了 一种感觉 他就想做广播 他就拍电视和拍电影 不一样的地方 电视 你是电视人 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头 你就是你 他能感觉到老虎就是老虎 现在这个时刻 他就这样穿着这个衣服 在这边说话 而电影 他知道是假的 所以他讲 我在直播间里头 大家打电话进来 他就会讲Larri 而你要看见 电影明星 小李子 这个 你就会讲Mr.什么什么什么 讲他的last name 你跟他有距离 所以讲网红跟明星之间的差别 是吧 明星是这样子 45度往上看 网红是什么 五度 他是邻家女孩 隔壁老王 所以这个明星 出来一个跟明星同款 没有跟网红同款 网红你看我穿这个东西 15块钱 你们就买 他就去买了 他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Larri 他老早就知道 这个明星 这个电视电影里头的人物 和电视里头的差别 在这地方 你将来叫他Larri 就是自己人 你打电话进来 你跟我说话的时候 你最开始讲胡老师 讲过三次以后 你就叫老胡 你觉得我们是自己人 是一伙的 我为什么讲直播和录播之间的差别 录播我讲完了 你没感觉 你现在有感觉 等你鼓戏融戏 哪天你就跟我连线 然后连线那一次以后 你要感觉好 好像我们以后就成了老朋友 这种感觉 我现在给你吃这个花生 你肚子饿了 旁边有个链接 你马上就会点击去买 对不对 我做一些节目放这样 请大家去买这个花生 转化率有吗 没有 还没有玩的时候 音乐一响起 你就走掉了 而我现在的节目当中 请大家买花生的时候 你就会点击一下 一看没多少钱了 买一个 你有太多的动心的机会了 冲动购买 这就是转化率的问题 从商业上面的考虑 就这么大的差别 所以反复讲同样的东西 有的人就讲 你三个月以后 讲不出任何心意的东西 表面上是这样子 有好多东西 你得听N遍 你才能第一次有感觉 我年轻的时候 不喜欢你 不喜欢好多这个很脏狂的人 我为什么发现我年老了以后 同样一个东西 我没有了解更多的信息 但是我开始喜欢这个人了 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我经常拷问我自己 有些东西就是 就是这样 那么多人生的大道理 全是简单的大道理 你小时候都懂 但是每隔多少年 你都会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那个林清玄 他写的那个文章里头讲 20岁的时候 就像这个 在不同的高度看风景 你每隔一年里 你上的台阶越高 然后他讲 你要是在60岁的 看见的这个同样的风景 跟20岁一样的风景 一样的山水 然后你还是一样的感受的话 证明你这么多年 你就浪费了 当我第一百期讲一句话 和在第三百期 和在第三千期 讲一句话的时候 应该能讲出不同的东西来 而你能听出不同的东西来 中间你遭遇了生小孩 离婚 再嫁 这个过程 同样一句话 对你的感受就不一样 所以我有 我有这个心理建设 早就过了这一关 我愿意不停的唠叨 哪怕把你唠叨走了 最起码 我在这个表述同样过程中 用不同的材料 用新的方式 对不同的能表述 这也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成长 所以我为什么想做一个知识人 首先这个直播间 是为了我个人的成长 不是为你服务 如果只是为你服务 我现在马上就想到收钱 你要接受我的服务 你得交钱 你得进我直播间 你交钱 我想到是我在自我成长 我在锻炼 你愿意 这个波容到这边的小作 我内心深处 除了感激 还是感激 还是感激 这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Andy他说 老婆我觉得 他的观众都是女的 是讲谁 谁的观众都是女的 我不是小叶 我是叶俊 小叶不上快手 I'm a white person 杨哥还是不如你 镜头感还是你好 我操练的时间比他长 但杨哥的进步速度好快 叫老胡 我就是老胡 胡哥也行 没有问题 就是你要教我胡老师 也没有问题 我真的是不在意 一点都不在意 只不过是我警醒我自己 我就不是胡老师 我没有教给你任何东西 你要是从我这边有所学到的东西 全是养葬你自己的悟性 和我们的机缘巧合 我只是一个广播人 然后你冲巧在这边摆无聊来 就调到我这个台 看到了有所感受 仅此而已 可惜你的花生我们买不到 老胡觉得他的观众都是女的 不见得 我上次当我那个粉丝超过一万的时候 做过那期节目 看到了反馈来的时候 觉得大部分是男的 我原来以为 就是女的愿意发声 愿意就是比较频繁 说话 打进电话来 那么男的比较含蓄 大老爷们不愿意这样的啰嗦 但是那期我过一万订阅的时候 那个参与的视频里都在看 绝大部分是男的 大老爷们平时不怎么愿意聊天 觉得这个 说多了 就是男人只有一个关系 叫做发小 发小不是关系好的原因 是东西 发小是反应一个状态 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 闺蜜不一样 女性之间的关系 闺蜜是不一样的 反应感情上的亲近 所以女人愿意表达比较啰嗦 这是你会在直播间看见 这个女观众比较突出 不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我从后台看起来 我也是男观众居多 不是男的 大老爷们不叽叽歪歪 不啰嗦 就这个样子 包括我看到的 我这个收费群里头 也是男的居多 有一帮男的 他就是支持我 他进来后 他什么问题都不问 我就是打赏 好粗暴 我就是打赏 所以男人跟女人表达 有很大的差别 男人不会去那样子 描述自己内心的这种 这种东西 所以男人跟男人之间 聊诗歌 聊感情是比较奇怪的 不会的 女人就会给你掏心魔 说话 不一样 离过婚再嫁是什么感 有好多明星 都是嫁娶好多次的 也很美满 对每一段感情都是真的 他敢一直在讲 等车的人坏了 一茬又一茬 完了 我看好像都是男的 其实你全是男人 不知道 男的也有是女 这个Lucy是女的 男的女的都有 不用去 当你不考虑这个 嫁娶这个东西的话 你不用太去考虑 男女的这个差别 你跟这些人的关系 就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你不用在生理上面 上面去想太多 想多了 反而会损害这种友谊和关系 这是我的体会 就是男的女的又怎么样呢 唯一一个就是 说话要有分寸 你的东西 说给这个女的听的 能不能经得起 男朋友和丈夫的考验 私信 被他男的看见了 被他男朋友 被他老公看见了 他会不会拿到来看你 这点你要小心 你不要认为 这是你的私信 这个世代没有秘密 这个世代没有秘密 我今天在做的这个话 有的人把前面一段掐掉 后面一段掐掉 你看他讲了一个 这个反动的话 都有可能 但是他可以这样子做 做标题当 但是我对得起我自己就好了 我知道在怎么语境里头 讲的这个东西 就像我讲了这个 讲了这个 我不是 在所有的这个 这个人喜欢里头 我有点不太喜欢卢信 但是我绝对不是反卢信 卢信好深刻 好厉害 我只是讲 在 如果是有选择这个情况 我可能会想 卢信学习 恭敬 但是我觉得很难跟他亲近 就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想 卢信有什么缺点 我来批评他 根本谈不上的事情 更不会讲什么 讲当年那一批人 这个胡适那一批 那一代人 刘洋的人 大部分都换了老婆 包括鲁信在内 胡适也想换 结果是被他这个老婆江东秀 是个狠角色 你敢修了原配 我先把你两个儿子杀掉 然后我再自杀 胡适杀眼了 所以他就是没有换老婆 那么换老婆对还是不对 物事一个东西就是冲破 这个救治的这个牢笼 也没有错 所以不要论对错 这个方面 每个人都不一样 穿鞋子 是否合适 只有你自己知道 舒服不舒服 都有理由 不要去评判 不要这些东西去评判 学变了优点 鲁信 这个言词有希 有于希力 深刻之处 你就好好学习 就像他像这个 看遍中国的这个历史 这个里头 治理行间 全都是吃人 吃人 这样一个 这样的东西 好深刻 对还是不对 鲁信 从白草原到三文书 包括到后面讲的这个 我家后颜有两棵书 一棵是早书 另外一棵是早书 哇 太猛烈了 对我的冲击太猛烈了 还有这样子写 写文字的 我用这样子写 老师一定给我扣分 鲁信写 没毛病 一棵是早书 另外一棵是早书 那么我写这文章 我是不是能够东施笑评 我家后颜有三棵书 一棵是早书 另一个也是早书 你知道吗 第三棵还是早书 这是好的表达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冲到这个文章里头 我知道了 居然还可以这样子玩 这就是开眼界的地方 这个就是老胡的笔迹 想跟你分享 有人这样子玩呢 好玩 好和不好 你说了算 鲁信不能说了算 别人不能说了算 你自己说了算 但是你要知道 有这么玩法 这就好玩了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这就是好玩的地方 元宵 你的东西我看过了 你的 这个我有些想法 一些意见 但是呢 就是没有办法跟你通过文字 如果你什么时候方便了 跟你交流一下这个意见 阿甘跑了三年两个月 14天 这个细节我不知道 16小时还停下来说 累了 想回家 这个细节 我记不住 阿甘是一个 我知道马云是特别欣赏阿甘的 我也很欣赏这个人 其实我们很多人缺乏的就是他这样子 就像开始有盲动 但我讲从哪里开始 从开始开始 立刻有个观众就讲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计划 如果盲目开始是不对的 做错了事情 要耽误时间 但是我讲 这话说的有理 但是我的有限的人生经验里头 100个人里头 99个人的问题是在于没开始 而不是开始错了 有的人讲一定要寻求方向 南辕北辙就糟糕了 我讲 我讲你知不知道 南辕北辙他也能到那个地方 地球是个球 所以你的问题是不开始的 等你开始了 你知道吗 你走出村庄 东门西门 南门北门 你走出去以后 你就会 从东门出去的 最后你会往这个南门往前走 所以我现在老讲的话 你开始就对了 你自己该做什么 将来就做自媒体 你开始上传视频 你开始第一次 第二个视频是拍地上的蚂蚁 拍到第三百期的时候 你已经在宣扬人生大意 中间这个过程是怎么走过去的 多少弯路 你自己在走 不要别人给你指 人生道路没必要别人指 你爹妈跟你说的话 你听吗 都不听对不对 人生道路全都是自己摸索出来 你年轻时的偶像 但老了时还成为你的偶像吗 没有吧 所以自己要去走 方法就是先开始 我名字内走南门出去是错了 你先出去再说啊 最后你自己会往东走 你最开始加入某个党 最后可以叛变去加入另外一个党 先革命 最后你才能知道革谁的命 你最后才清楚 就这样一个东西 好了 我这个耳机不停的叮叮咚咚在响 可能没电了 那今天我们就时间也够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不好 今天这个 只有1000个赞 1100个赞 今天不太热烈 不知道聊的话题是 大家不喜欢 还是像这个话题不容易互动 不管怎么样 反正又是我的一天 直播的东西 讲了 今天的讲大概是 也在这期直播里头 也大概理了一下 我自己理了一下我的思路 下面这个节目怎么做 整理一下老胡的笔迹 讲一个概念 那么下面怎么做 大家会看到我怎么尝试 然后一步步怎么修正 怎么样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调性 又分享了 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大家也愿意接受 也这个颗粒度足够 然后也有营养 愿意这样的玩 那么我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这是非常好的东西 每天看的东西 立刻跟大家分享 不是类别 然后呢 又能够留存下资料 可以通关键字 然后呢 可以长期的跟你分享和交流 你只要讲第136期 我马上掉出这个卡片来 立刻就可以跟你聊 然后这个聊不是讲跟你一个聊 而是有几百个人跟我讨论过这个东西 最后如果能够成为一个群 在你讨论这个东西 那就最好了 有重点 颗粒度足够小 不是谈的一个太大的问题 这种分享就挺好玩 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个东西 好了 那么今天直播就到这个地方 感谢刚才EU者 最后156还送给我两块西瓜 谢谢 今天主播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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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